我能整天不顾这店专门盯着他 你也没少安排我呀 我这几天忙的脚都不沾地了 最近的剧圈可是有意思的紧 先是杨子新剧《成欢记》 全网热度爆棚 之后 李线新剧《春色记情人》 预约人次破300万 首播三集 直接拿下了全国收视第一 起初我还有点恍惚 杨子与李线 曾几何时还是大伙剧亲爱的 热爱的李的甜蜜CP 这一次居然搞起了同台PK 也难怪 都是都市甜宠剧 播出时间又相近 自然在很多观众心中就有了比较 为此 我还特意去刷了这两部剧 一看发现两者真的有着很大的区别 就像网友说的 我觉得春色记情人比《成欢记》好看 并不是演员不行 而是剧情不行 很直白地回答 但又句句说在了点子上 今天 我就拿这两部剧的女主人设做个对比 看看网友的评价是否客观 一 打着女性成长的幌子玩霸总那套 真的过时了 我们想看更真实的自己 不可否认 杨子的《成欢记》在刚开播那会 热度确实很高 但连播几集后 口碑就扑接了 最关键的原因 就一个字 俗 怎么解释呢 大概就是人设俗套 剧情夸张 有网友在看完《成欢记》前四集 就给出了犀利总结 国产剧中女主标配四件套已经全部上线 霸总 贤贫爱妇催婚妈 喳喳炮灰男友 恶毒女配 好吗 这样的配置不是跟霸总短剧一模一样吗 在《成欢记》中 杨子饰演的麦成欢 是普通人家的乖乖女 住弄堂 当经理 按时上下班 谈了一个三年的恋爱 男友表现也不错 原本打算结婚成家 但在老妈那却被拦 因为后者贤贫爱妇剧中给出的解释是 妈妈想要女儿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原本到这 一切都正常 普通的都市白领 肯独立也肯努力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 但紧接着 麦成欢不干了 嚷着要分手 原因竟是 男友是个富二代 而他分手的原因是 富二代没问题 但在感情中骗我就不行 这么操作 其实也啥大毛病 但让人投婚的是 男友转头三两句话 就把他给哄好了 就这还大女主 这不是妥妥恋爱恼吗 不过 在意识到 自己与男友一家 存有条件差距 并遭遇到父母被羞辱 家人被看不起 麦成欢最后还是选择了分手 并要将心思放在工作上 按照常理来说 在这里编剧应该用一大波事件来强调麦成欢的工作能力 甚至是他的成长 但这部剧没有这么严 反而继续把他往傻白甜的人设上推 举两个例子吧 其一 麦成欢是酒店经理 并且有着七年的工作经验 算得上职场上的老油条了 但据中 心机同事将写有名字的蛋糕给客户 这本就是工作失误 最后 他却当起了杯锅侠 更离谱的是 他居然好心拦下了一切 不仅如此 作为酒店经理 他工作能力的体现 居然是给上司当保姆 无条件满足客户 遛狗买奶茶等要求 还有主动加班 而真正考究业务能力的时候 他采用的方式 依靠另一位天将霸总 其二 麦成欢家中水管破裂 屋子被淹那段 原本这段应该是 麦成欢整个角色的转折环节 一方面 温馨自洽的生活被打断 职场降职 感情空窗 这个艰难的时期 他的表现应该是更加果决且勇敢 但当前男友给他介绍高薪工作时 麦成欢仍旧是为了骨气选择拒拒绝 甚至言之早早地卖弄了一波鸡汤 诚然 他愿意坚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 这本身没错 但他选择硬气的方式 居然还是请外援 最后 还是有钱的继祖母 将自己的高档洋楼 借给了女主一家 这才让后者渡过了难关 就很离谱 这不就是傻白天遇上霸总后 逆袭人生吗 说完成欢记 我们再聊下春色季情人中 周宇童饰演的庄杰 与麦成欢相比 庄杰这个角色要讨喜得多 因为他普通 不矫情 比如 开头他被推入手术室的那段 即便伸出手术台 也新戏KPI 浑身上下的气场 俨然就是一个社交汉匪 因为这是他的职业造就的 很难想象 这样充满能量的姑娘 居然身有残疾 浴室的那一场戏 就很能塑造庄杰这个角色 在洗澡时 他先是将甲汁放下 然后坐在浴缸前 给自己轻轻按摩 这时妈妈进来 关切地递给他一副拐杖 而庄杰原本皱着的眉头 瞬间松开 变成一副笑脸 还说了句 正常疼 按照一般国产剧的套路 这里是一个卖残点 但是在这部剧中 没有这样处理 反而用温馨去冲淡苦难 让庄杰这个角色 更加地坚韧 在剧中 庄杰说过这样一句话 喜欢陈迈东 但更喜欢上海和自己 他足够地清醒 并且自爱 他不否认自己的情感 但也不回避自己的内心 于他而言 残疾人是他的标签 想要力争上游 需要有比普通人 更多的勇气与斗志 因此 庄杰更像是自带光芒 总能给人柔软 让人舒心 帮无疑 给陈奶奶解决陈迈东的个人问题 教陈奶奶摇一摇等等 这些事 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的普通女孩 最真实的一面 就人设而言 春色寄情人便有了与观众共情的基础 更何况 剧中还有温馨的家庭相处 姐妹间的斗志斗勇 奶奶对孙子的温柔教诲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日常 真实且有趣 不仅如此 剧作在彰显装结职场能力时 除了开局的报表打工人属性之外 还有他怒对绿茶下属那场戏 从对新人的心思拿捏 到对职场的通透认知 无不显露出他的成熟与过硬销售能力 这与前面《成欢记》中的一幕极其相似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相比较 装结的人设更加真实 所以 《成欢记》在人设 剧情上有失真 那些悬浮在空中楼阁的桥段 既给不了观众需要的情绪 也打动不了人 二 成年人的恋爱 是试探 是拉扯 也是直球 而不是俗套的各种偶遇 既然两部作品都是恋爱题材的作品 那么我就再从爱情角度聊下他们的差别 在《成欢记》中 麦成欢的年龄是快30岁 并且开场就有了一个恋爱三年的男友 看剧中 他们的感情是怎么演绎的 晚上男友送麦成欢回家 索要临别吻时 被后者说成 休不休啊 在车里两人诉说情话 男友想要亲麦成欢的时候 对方又说了 你又来 还有两人在互换礼物 请到农时 女主的电话响起 男友直接气急败坏 谁呀这是 我真想给他一下子呀我 要知道 这一对可是有着三年恋爱 且有近30岁的年龄 很难想象 他们的爱情居然透着一股幼稚 而到麦成欢与姚志明的感情线 就更显牵强 比如他们之间的暧昧小火苗就是奶奶撮贺的 还有他们之间的情感进程也是由诸多巧合与偶遇来促进的 甚至到最后 豪门继承权的争夺战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助力祭 以至于给观众的感觉是 麦成欢与姚志明之间更像是一场联姻 是一位年仅八旬拥有好几个小目标的奶奶 喜欢麦成欢做他的孙媳妇 而女主也有着独立的个性 恰巧入了霸总的眼 这样的CP真的让人一言难尽 相比较 春色季情人就显得高级的多 他真的诠释出成人之间的爱情 撩人又拉扯 心动又克制 庄杰对陈麦东的喜欢 从第一集 我们就能get到 火车站打招呼那段 看庄杰的眼神 尴尬又期待 充满着试探感 金静在采访也曾说过 喜欢就要 大胆表达爱意 试探 不拒绝 就继续进攻 庄杰 就是这样做的 吃喜的时候 看到人群中的陈麦东 没有犹豫地坐过去 不假思索地靠近 转头注视 一句 陈麦东 我的旧情人 直接把他成年人 暧昧前妻的拉扯感 给说绝了 还有借腿疼 搭乘便车 上来就是贴贴 这种刻意的小心机 能让人感受到暧昧的甜 还有走在夜晚的小巷中 两人一前一后 陈麦东的眼神 庄杰的回眸 两人都彼此克制 尤其临别时 两人说的话 一个是不愿离别 用助你一路平安表达心意 另一个则是握手 婉转吐露心思 他们之间 似乎没有表达爱的话语 但两人的行动 又都时刻牵挂彼此 比如 陈麦东送衣服 送药 再比如 庄杰在火车站的主动索吻 当然 一味的暧昧 并不是成年人爱情 最有魅力的地方 还有男女双方的直求 喜欢就是喜欢 勇敢一点 并没有什么不好 比如 庄杰在电影院门口 堵截陈麦东 一波摊牌式吵架 他直接迎妈了 既表达了爱意 也让陈麦东 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还有陈麦东的直求是发问 你对我有没有动过心思 庄杰 直接给出肯定回复 当然 这才是当下年轻人的恋爱观 并不是轰轰烈烈 而是彼此自爱 彼此相爱 他们没有沉浸在对方的爱情幻想中 而是在生活中 走向了对方的生活 最后 我想说 国产现代偶像剧 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说教 也不需要太过复杂 有时候 甜一点 单纯一点 也未尝不可 一部好的作品 并不是因为他的观念时髦 而是大众能从中感受到生命力与鲜活气 显然 春色寄情人做到了 za